老师游泳队的女孩子生理期怎么练游泳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想要好好地回答一下 让大家了解一下游泳运动员 特别是女生 她们的不义之处 女孩子来生理期也要练习吗 那不是很残忍 没办法 竞技体育 就是这么残忍 我们打个比方 五月份要比赛 那我们三月份四月份 一个女孩子她来生理期了 她觉得不行 她停下来 另外的女孩子来生理期 她觉得还行 她顶下来 好吧 你觉得比赛的时候 哪个会厉害一点 对不对 这东西肯定是坚持下来的厉害一点 对吧 那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不会漏吗 不会到处都是血吗 有个东西 有个东西叫做 那个 我搜一下名词忘记了 叫做卫生棉条 好吧 又称卫生酸 是一种棉质的原状体 原住体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好像一个绳子 双着一个棉花糖一样 然后这是 这是教学过程 好吧 有什么不懂的同学 又想去试一试 可以去弄下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以前稍微研究过一下 我为什么研究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是个变态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关爱女性 的身体情况 有些女孩子用这个的时候 晒进去会感觉很痛 好好看说明 再往里面晒一点 会好一点 有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不会 漏了 知道吗 而且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东西 它也有大小马之风的 你可以 量一下 看看多大的事和自己 好吧 可以去试一下 这是那个身体上的 怎么练习游泳 身体上的是吧 用卫生棉条 精神上 你怎么顶得下来 这就纯粹是意志力了 很辛苦的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懂事 大家都是 10岁啊 11岁 那个时候 男生是游不过女孩子的 太猛了 那些女孩子 知道吧 女孩子 发育得比男的早 然后到了 大概 12 13 14 我们就开始 厉害起来了 然后有的时候 就会看见 一些女孩子 比如说我们跑步的时候 有些女孩子就不跑 教练也不说 然后我们呢 也不知道原因 你知道吗 然后就 很不爽 理直气壮 匆匆的去问教练 教练 为什么他不跑 你给我个理由 要不然我今天睡不着了 好吧 为什么他不跑 教练说 少废话 走 去跑 现在知道 都不容易 他们路上的那些练习 可以避免一点 水上的练习 是真的 你即使是强度 训练的强度 可以给你降低一点 但是真的不能间断了 好吧 也许冬天 没有比赛的时候 可以 实在太难受 跟教练说一下 是吧 可以间断一下 但还是没办法 为了比赛 竞技体育嘛 是吧 别人能顶下来 你顶不下来 你就 赢不了别人 赢不了别人 那你就 要不干脆别练 是不是 要不你 练一练 停一停 也没多大意思 对吧 内置是 对对对 内置是 卫生 棉条 这么说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是每个女生 都有勇气带 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行吧 不会对生育有影响吧 想什么呢 又不塞到子宫里面去 塞在里面 对啊 塞在里面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嘛 晚上有卖这个东西的 他既然有卖这个东西 他就有说明 好吧 你去看一下 更何况 有小码的码 游泳运动员从小训练就用棉条吗 那没办法 他们小时候 来到月经之后 还要训练 那你不用棉条用什么嘛 对不对 妹子们 妹子们一定要买 导管的 啊 这句话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 这位同学 说 一定要买导管的 同学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吧 有这方面兴趣的人 而且我听说 其实同学们不游泳 也可以使用这个 很舒服 我不知道舒服在哪里 但是有人表示过 很舒服 好吧 带那个怎么尿尿 哪个女的尿尿 往阴道走啊 想什么呢 人家女生有 叙叙的地方好吧 跟阴道不是一个地方 有网友一定要及时拿出来 并且要清洗一下 不是不是 不是洗那个卫生棉条 是清洗一下自己的身体 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吧 对吧 所以对 如果我来制作 我叙叙连 留認為 你 等下 第二 unts